第2场赛事,由四班马跑1000米 这场马就有很多质身马去压阵 第2场首算,选择新鲍马的无敌勇士 之前也有提到文家梁今季的新鲍马来得很快 这只无敌勇士是其中之一 在前一场赛事初出,是191种长次 我马上带大家看看,当时也有选择做冷却 佳因事实有点速度 结果走着较内面的场次 在近电设机的场次之后跑到第3 同场有一只换了配备的全胜5之后保重 跑头二马的就是近观众席的小太人和二华不雪 相对来说,无敌勇士这场走入都亏了少少的脚情 有时候再看,中间的古浪威风、明月千山 全胜 之后都可以提升名次 这一组的彩席水准其实也不太差 佳因今次第二场也不太多质身马 而在上一场的时间,跑二四六也是直路赛 这一组二四六也是排着内档 够前速撒起来 接着他就拍着换回合配备的全胜 也没有了小太阳这些硬阵的对手 两只马都想出击 结果都单打独斗 拉斯都抛开后面整堆上校 之后保重的二卧不雪 会不会这一队全胜之后 上到三班跑千二都会赢得赢 似乎这一队马的彩席水准是较高的 所以今次也没有全胜 加上恒星梦赛前也有缺货的疑点 也要缩回到一千 所以心无旁无继续等一千的莫迪勇士 要照解到战意非常浓厚 今次隔四十天再上阵 赛前试了货集前快后快 希望这两个速度可以克服一档内档 可以去损失 所以先选三无地勇士 次选弱马开心人生 今次又换了潘顿 亦都跑四班一千米 今次赛事里面四班千二千四 亦都有赛程 结果劣健威没有跟这一匹马去报 似乎可能觉得开心人生是僵口比较重 如果跑一千 可能早段它的根比较顺 嘉欣部速相对偏快 当然,这匹马要换回少少赔率 才可以更加直博 嘉欣今季跑了几场都比较差 看看上季,如果以田园草千四的级数来算 他旁边的超能量、二郎 还有中间的大荣来 绝对在这一组的对手里 是赚到少少级数 看看这次跑完几场的谷草 回到田园草满有新鲜感 潘顿莎莉奇 有没有机会换一下彭国莲 或者莫莉莎的牙脚 所以看种种迹象 吕建威 他会合金箱六十八幸福笑容 而过来选择这次转路程 而一鹅马行星猛 上一次跑田园草千二的能力 表现非常之好 不过在看神操记录里 他在一月六至一月九 这几天都缺货 埋门只是淡货草集就落地跑 加上今次的顶榜肃情 的确是有多少疑问和瑕疵 所以放回到第三选 第四选 有近职中宽小 上次波仔也有提供 也是正选 加因赛前是雷神和他试集 和聚财聪明导弹跑近 试得好 试过泥地集 染一染痒之后 接着就换到第二 几十倍 今次雷神骑回 的确是偏烈一点 不要上一次的十几二十倍 但一月五日这一组三零四 今次意惑不雪 中宽肠龙宝贝一重再上阵 断速方面相对偏慢一点 那一组 那会不会赛的水增成疑呢? 而意惑不雪中宽肠和宝贝一 三匹马当中 而是那只中宽肠走较耐当 我就凭这几匹马来计 我觉得中宽肠的路线 或者走的路线 可能没有意惑不雪和宝贝一这么好 所以三匹马内 我就稍稍选这一匹 而不明的变数 就是七六年年丰收 当然是二头马 莫瓦今次压阵 这一匹马没跑过 可能有一个契机或变数 就比这一匹马高 新马 就是有些赛职的马 给什么马杀呢? 就是给一些更新的马杀 最近他在重化杂里面 首先 在早一段时间 他手牙扭口 重化杂时的马 都是比较后想好一点 如果你看到市场在前面走的马 就更加好 但是 以初次刺激落地 跟着马塌走 都挺顺滑 看着马都挺純熟 所以在冷配 第四转里面 就拼拼一下这一匹 如果你觉得恒星梦 好像今次的滴滴 的话 七四这一对马 都可以做这个配角 第二场时间里 三号无敌勇士 二号开心人生 一号恒星梦 七号年年丰收 还有波仔的选择 好了 今次两场赛事 在免费的YouTube频道里面 跟大家谈到这里 如果想知道更多 其余马长期的资讯 马匹资料 状态 这个 市跑片 赛事片 不妨可以下载了 肩子之后 看回我们的收费计划 每一次的 通银证 每月通银证 以及年费 都有不同的选择 给大家参考 都可以大家 按回各下的意愿 或者需要去看 先多谢大家的支持 再一次和大家拜个早年 希望大家在年初三里 就雄运当头 马场就有趣 可以这样算 最重要是身体健康 未来初二、初三的时间 早上会比较凉 记得多着衣服保暖 好了 今次的节目时间差不多 下次夜马赛事 初五 都蜜来紧固 再和大家聊马仔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